台南永康一名外籍女子 因為危挺人行道 被民眾錄影檢舉 結果這名外籍女子 不但沒有道歉 開離現場 甚至還用謀語夾雜 國語的模式 嗆了對方將近五分多鐘 罵對方沒有用 撇氣的檢舉民眾決定舉發 提告對方公然胡胡 外籍女子氣噗噗 一邊罵人一邊指指點點 外籍女子越說越激動 連假爸雄贏都氣到妄辭 究竟是什麼事情火氣這麼大 原來是微挺遭到檢舉 顯然外籍女子不知道自己違規 繼續問對方在拍什麼 還把車上的駕駛叫下助陣 事發在14號台南永康中華路 有民眾發現一台深色休旅車 為停在人行道上 於是錄影檢舉 但外籍女子不滿背拍 不僅覺得自己沒錯 還用越南語夾雜國語 不斷轟炸錄影民眾 念了將近五分半 眼看無效開車揚長而去 但最後離開還被抓到 沒打方向燈跟紅燈右轉 再記上一筆 這個車輛違規的部分 本分局也已經以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來自當告發 看到外籍女子違規 還囂張嗆瞎 除了向警方檢舉三張罰單 還要因為這句 像這名口無遮攔的外籍女子 提供男侮辱罪 記者黃富吉台南報導 從東 落石